仁爱区校二路采取三二车道方式 让车辆进出市区和高速公路 其中市区右转往31号桥方向 现有号制灯号虽然采取 同时可以直走以及右转号制 但是地上的标线却只有右转方向 因此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现场会看后 建议市政府交通处突销地上右转方向标线 让要直上高速公路 以及右转31号桥方向的驾驶人 可以更清楚也更顺畅车流 中间这个车道是要直接上高速公路的 右侧的那个车道是要上31号桥的 可是因为我们这边的车流量非常的大 然后下路的除车空间其实不足 刚刚经过我们交通队专业的建议 我想我们建议交通处来做讨论来改善 也就是我们右转的车 因为号制本来就是直跟右了 我们等一下可以看那个号制本来就是直跟右 所以我们右转那个车道 其实可以把它改成直跟右都可以进行 可以稍微疏解一下中间这个车道 除车空间不足的问题 为了改善仁爱区校二路右转31号桥 减少车辆涌塞问题 以及书院里和失求里 进出高速公路口的交通安全情况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在接到民众陈勤后特地办理会刊 邀集包括市政府交通处公务处警察局交通队 仁爱区公所以及当地里长等相关单位现场会刊 书院里三信公前方社区道路 目前是双向进出高速公路南下方向 议长同志委会刊后提出改善安全措施 我希望可以找到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 包含出入口的红线的设置 然后这个杂草的处理 跟妨碍视角的一些障碍物清除 我想我们后续会跟区公所 跟里长还有相关民众 或是三信公大家做个沟通 希望以安全的方向来进行 另外在车辆要从失求里 汇入高速公路北上往基隆市区方向 汇看后也希望加强安全措施 从失求里这边出去 外面就是高速公路 所以也并没有任何的耗制 所以大家出去一定要等到没有车 才能出去 然后它有一些视角上的一些障碍 所以我们这个里长也非常清楚 然后在地的居民时常在反应 所以我们希望交通处 增设这个警示标语 从这个隧道出来以后 增设警示标语以外 还可以再多设个反光镜 然后包含我们一些 比较有危险的地方 可以画红线 把一些可以做的事情 我们先来把它解决 让民众出入可以更方便 以外 我们再来观察长年的这个交通的报告 那我们刚才请示这个交通队的这个相关事故报告 最近这一两年 这个出入口是没有事故 但是我们希望预防胜于这个治疗 就是希望可以把所有的安全的问题都解决 让民众可以有一个比较安心的出入空间 至于陈勤民众指出高速公路下交流道右转中四路方向 路口斑马线是否需要往南隆路方向重新划顺呢 则是因为各有利弊会刊后再行研议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正好 好